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歡迎再次來到我的頻道 上一次自己辦理身份證之後 今晚約了朋友一起去吃晚餐 他們很好地幫我遇上了 觀塘的親子餐廳 這個親子餐廳 叫做木百寒蕭親子餐廳 也是我第二次親子體驗這類型的餐廳 不知道環境如何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一起給我看看 給蚊嗎 Thank you 這是門票 給我這裡想看什麼 好聰明喔 是嗎 Anderman 過來這裡 這裡 這是木百兒童餐單 裡面包含有 兔仔蛋包飯 蝸牛紫菜包飯 企鵝泡泡肉 韓國公主蛋包飯城堡 還有捲發的好愛獅子粉 哇 名字好可愛 當然 你們可以額外點 一些韓國的小食 飲品 或者甜品 這些都是你自己選擇的 好愛獅子蛋包飯 最後我叫了韓國公主蛋包飯城堡 我問服務員可不可以兌換王子的娃娃卡 他們說沒有 那就不要緊 我覺得裡面的食材適合我兒子吃就可以了 裡面的食材包括有蟹柳絲 薯仔 紅蘿蔔 粟米 蛋包飯 材料非常豐富 我希望我兒子也適合吃 看起來其實也很吸引 因為剛才我去做身份證的時候 是我朋友幫忙照顧我兒子的 所以我就可以提前來到這個餐廳 叫了兒子的餐飯 等了一會之後再叫我們的韓燒 終於到我們吃了 太開心了 你們看到是不是都很想吃一份呢 雞蛋 雞蛋 就給你一個人 聖心 咪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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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